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利用劣势变得强大。沙特阿拉伯是个石油大国,石油生产量和输出量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沙特并不是只在石油产业领先,他们在石化矿业数字技术等领域也是领先者。沙特阿美这家公司也是个庞然大物,曾经登顶全球公司的市值排行榜。 可是回到1930年代早期,沙特阿拉伯刚刚成立,国王手里几乎没有钱,整个国家都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民众的教育程度也很低。 而那时的沙特阿美只是一个跑到沙特勘探石油的美国公司,挖了好几年都没有挖出多少石油。 沙特阿拉伯从弱小到强大是怎么做到的?这一切都离不开沙特阿美。 他不仅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巨额财富,还促进了当地的现代化,增强了沙特在全球能源领域的竞争力。 有一位美国前驻沙特大使叫黑尔,他说过一段话很贴切,沙特原本什么都没有,它是一个经济上的真空地带,就像一副缺乏血肉的骨架,而石油改变了一切。 沙特阿拉伯现在在展开自我建设,骨架上开始有了血肉。 沙特阿拉伯开始变得强大起来,但是它能变强大的唯一原因是阿美石油公司。 反过来,阿美石油公司也变强大了。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今天这本书能带我们详细了解这段精彩的历程。 这本书的作者叫艾伦沃尔德,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历史学博士,也是地缘政治学和全球能源产业的专家顾问,既了解中东的历史和政治政策,也了解能源产业的动态。 沙特阿美这家公司一向都很神秘,很少透露自身的消息。 为了掀开沙特阿美的神秘面纱,作者做了大量采访。 他采访了沙特前石油与矿业部长沙特阿美的副总裁,他还广泛查阅了多方资料,帮我们更好地了解这家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今天的解读主要围绕沙特阿美的发展历程展开,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沙特阿美的前身,美国加州标准石油公司。 在这部分,我们会看到沙特政府如何利用这家美国公司增加自己的收益。 第二部分讲的是,沙特政府如何获得这家美国公司的所有权,把它变成沙特公司。 第三部分,我们会看到沙特阿美是如何从石油公司变成多元化能源公司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前身,美国加州标准石油公司。 沙特阿拉伯在1932年建国,国王是阿布杜勒·阿奇兹一本沙特,他用自己家族的名字命名了这个国家。 新成立的国家处处都需要钱,可国王手里几乎没钱。 第二年,就有人送钱上门了。 一群美国人来找沙特国王谈合作,他们来自加州标准石油公司,他们当时已经在沙特附近的国家采出了石油。 他们推测沙特应该也有石油资源,就来谈石油的特许开采权。 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双方在1933年5月9日签订了特许协议。 按照协议,加州标准石油可以在一个地区勘查开采石油,而沙特政府能获得几万英镑现金,每年5000英镑的租金。 要是加州标准石油真找到了石油,沙特政府还能再收到10万英镑,以及石油销售的特许权使用分成。 缺钱的时候有人送钱上门是很不错,可那是石油啊。 我们知道石油是工业的血液,还被称为黑色的黄金。 沙特国王为什么愿意让美国公司开采自己的石油呢? 因为他不相信美国人能挖出石油。 那个时候,中东地区的石油专家都认为,沙特阿拉伯没有产油的可能。 沙特国王虽然不信有石油,但他也愿意让美国人试一试,反正自己有钱收,说不定他们还能帮忙找到沙特的地下水资源。 加州标准石油的美国人这一试就是五年。 到了1938年,他们已经投入了1000万美元,花费了大量时间人力设备,搭建井架,钻开岩石层寻找石油。 他们钻探了七口油井,都没啥大的发现。 再有毅力的人,这时候可能都坚持不下去了。 就在加州标准石油决定不再钻探新油井,缩减在沙特的投入时,奇迹出现了。 第七号油井冒出了大量石油,一天最多能出4000桶。 这次成功,引导加州标准石油找到了更多新的油田。 一年后,沙特的石油开始运往全球。 加州标准石油在沙特的事业刚刚兴起,二战就来了,他们不得不暂停生产。 等到二战过后,再次启动生产时,加州标准石油在沙特的公司因为加入了两家美国石油公司作为新股东,名称变成了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简称阿美石油。 战后,西欧国家和美国对石油的需求越来越大,阿美石油赶紧扩张业务,在沙特大规模建造输油管道和深水港口。 大量美国技术人员也来到这里,其中有木工、机械工、装配工、钻探工等等。 阿美石油一边经营业务,一边也把自己总部所在的城市达兰,从一个小村庄建设成一个现代化居住区,有公路、港口、机场,还有为工人服务的设施。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财富涌进沙特政府的钱袋子。 1947年前后,沙特国王每年能通过特许协议获得1500万美元,三年后这个数字变成1.1亿美元。 为什么收入增长了这么多? 是因为阿美石油挖到的石油比之前多了十倍吗? 并不是。 这是因为1950年底,沙特政府与阿美石油重新谈了石油特许协议,利润平分。 这么优厚的待遇,是当时其他中东石油国家都没拿到的。 而且,根据双方在1933年前的协议,他们约定了有效期持续到2012年。 为什么沙特政府能提前更改协议,分享到更多利益? 这个问题如果只能用两个词来回答的话,答案就是误解和误导。 沙特政府与阿美石油最初对彼此一无所知,随着合作的深入,双方才逐渐相互了解。 只不过,阿美石油的人对沙特的了解不是真正的认知,而是误解。 他们低估了沙特人。 沙特人被美国人看低,却一点也不生气,还利用这些错误的印象误导阿美石油的人,直到把他们逼上谈判桌,成功修改了合同。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这就来具体看看。 作者说,在当时那些美国人的眼中,沙特人是消极的参与者,无能贪婪做事缺乏动力。 这些坏印象并不是空穴来风。 比如,美国石油商和外交人员经常要跟沙特的财务大臣苏莱曼打交道。 在他们看来,苏莱曼只关注眼前的事情,只关心现金流,缺乏战略上的远见。 但其实,苏莱曼是因为自己的政府手头拮据,财务政策很吝啬,才采取了这样的处事方式。 再比如,沙特政府签完石油开采协议后,花钱很爽快,常常是一收到钱就立马花光。 要么用来建造一些基础的建筑项目,要么用来给沙特王室建造浮夸的新宫殿。 他们在消费上的升级要比收入的升级快得多,常常要向阿美石油的人预支费用。 在美国人看来,沙特政府赚了钱只知道花,不懂得节制,也不懂得管理自己的财务状况。 但他们并不知道,大兴土木,建造基础设施是沙特国王赢得民心的独特方式。 沙特民众既需要看到,体会到石油产业带来的好处,也需要看到这些好处都是国王赏赐给自己的。 作者说,这些误解让美国人用一种善意的高姿态来看待沙特。 美国政府调查了沙特的财务状况,发现后者的预算赤字在成倍增长。 他们担心沙特会陷入财务危机,就建议,沙特王室别再那么大手大脚,要限制消费,推迟建设大型项目。 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关心沙特政府呀? 因为利益,一旦沙特政府因为财务危机垮掉,阿美石油开采石油的通路就会被切断,美国也就不能那么便捷地获得外国石油资源。 于是,当沙特政府陷入财务危机时,阿美石油会给他们发放600万美元的无锡贷款。 沙特有很多人都得了杀眼,阿美石油就出资筹备了一项治疗计划。 他们这么做,就是想和沙特政府保持友好关系。 毕竟,国王的话在这里可是一言九鼎。 美国人觉得沙特国王花几钱来不知道节制,应该限制消费,但沙特方面可不这么想。 沙特地下的石油资源能带来巨额财富,这片土地的主人可不愿意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他想要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 这个方案由财务大臣苏莱曼负责执行。 苏莱曼头脑精明,还是个谈判高手。 1933年的石油特许权谈判,就是他和沙特国王一起去谈的。 他知道怎样可以稳住美国人。 比如,美国驻沙特大使把美国的货币专家请过来,给苏莱曼分析情况,想要帮助沙特政府进行财务改革。 苏莱曼为了稳住美方,说出了对方最想听的话。 沙特阿拉伯欢迎美国专家的协助,他会立即把这些建议报告给国王, 请求国王考虑并付诸实施。 1950年,苏莱曼负责实现国王的目标,要从石油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此时,他已经看清了阿美石油的弱点,他们太在乎石油以及石油带来的利益了。 在这个基础上,苏莱曼凭借灵活的谈判策略、耐心以及沙特政府的权力,大幅增加了沙特的石油收入。 1950年5月末,苏莱曼开始行动。 他先是拒绝偿还阿美石油提供的贷款,然后通知对方,沙特政府已经知道阿美石油有多少盈利了,想要分得更多利益。 苏莱曼还威胁对方说,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沙特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 阿美石油一开始以为,苏莱曼翻脸是因为沙特政府没钱还贷款了,于是就决定延缓催收贷款。 他们也没把苏莱曼的话当回事,以为只是这位财政大臣的个人要求,沙特王是没有胆量真的这样干。 毕竟,要是真关闭了阿美石油的业务,沙特政府自己也不会好过。 于是,阿美石油的总裁就采取了强硬态度回应苏莱曼,拒绝跟苏莱曼坐在一起谈判。 为了引起阿美石油的重视,苏莱曼通过沙特政府给他们制造了很多麻烦。 比如,沙特海关检察员会按照苏莱曼的指令,开启并仔细检查寄给阿美石油公司的每一个邮包。 沙特政府要求阿美石油公司停止使用无线电通信设施。 虽然这些麻烦都是苏莱曼引起的,但他在美国政府官员面前会伪装成受害者的形象。 比如说,他对美国驻沙特大使抱怨说, 自己给阿美石油发了很多重要的信件,可是对方一封都没有回复,他希望自己能够得到礼貌的回复。 苏莱曼制造了这么多麻烦,阿美石油的高层还是拒绝。 这时候的苏莱曼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耐心地继续施压。 其中既有经营方面的压力,也有政治方面的压力。 沙特政府颁布了新政策,阿美石油需要支付很多新的费用, 比如飞机降落费,输油管道安全费等等。 沙特政府还把事情捅到了华盛顿,当时的沙特驻美国大使直接对美国国务院施压说, 自己的政府坚决要求修改阿美石油公司的特许权协议。 多重压力之下,阿美石油这才意识到,苏莱曼发出的威胁有多严重。 于是,他们坐上了谈判桌,给沙特开出了一份收益五五分成的合同,沙特接受了。 阿美石油这么慷慨,是想要消除与沙特之间的紧张和对抗, 他们最不愿意让敌意影响自己开采石油的生产力。 在1950年的这场谈判中,苏莱曼和沙特政府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们洞悉了对方的弱点, 用灵活的手段谈成了协议,还在于他们继续误导了阿美石油。 在这方面,沙特国王跟苏莱曼是一对好搭档。 苏莱曼负责唱白脸,给阿美石油施压,搞定了协议。 而沙特国王负责唱红脸,用宴请接见与赞扬,安抚阿美石油,减缓对方的焦虑, 让他们误以为石油的收益之争已经永久解决了,沙特对阿美石油这个合作伙伴很满意。 然而,实际上,沙特对阿美石油的图谋,这才刚刚揭开帷幕。 更改石油特许协议,获得更多利益,这只是沙特政府计划中的第一步。 他们的下一步目标是,想办法把阿美石油变成沙特政府的财产。 什么办法呢?收购。 阿美石油一共有四个美国母公司,从沙特公开宣布想要从母公司那里获得股权,到他完全控股阿美石油,足足用了十几年。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沙特是如何把阿美石油变成沙特阿美的。 1968年,沙特石油局局长亚马尼公开宣布,沙特想拥有阿美石油公司50%的股份。 他解释说,这样能够确保阿美石油的股东拥有长期利益。 但阿美石油的四个美国母公司都没把亚马尼的话当回事。 他们觉得阿美石油在沙特阿拉伯的地位还是很安全的。 但是到了1970、1980年代,每次沙特开始公开喊话,想要获得阿美石油的股权时,他们都会得偿所愿。 比如,1972年,沙特国王发布声明说,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沙特政府都要获得阿美石油公司的一部分股权。 这一年,阿美石油就卖给了沙特25%的股份。 1974年5月,亚马尼对美国大使说,他在考虑把阿美石油公司转变为一家纯粹的沙特公司。 不过,这不会影响阿美石油母公司继续获得沙特的石油。 6月份,他就和股东们达成了协议。 沙特持有的阿美石油公司股份增加到60%。 1976年3月,亚马尼跟阿美石油的美国股东商讨过后,发表声明说, 沙特阿拉伯将会买下剩余的全部股权,让阿美石油公司完全成为一家沙特公司。 这次收购的进程比较慢,直到1980年,沙特政府才实现了完全控股,把阿美石油变成自己的财产。 为什么美国股东愿意出售股票呢? 作者说,在这个问题上,各方都守口如瓶,不过他也提到了几个可能的原因。 美国股东愿意出售股票,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意识到了,阿美石油在沙特开采石油的特许权协议正在迅速临近。 也就是1993年,与其等待协议失效,不如提前变现。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沙特方面虽然在公开场合表示拒绝国有化,但暗地里却把国有化当作一个潜在的威胁武器,让阿美石油公司的股东产生不安全感。 国有化是指,石油生产国废除石油租让协定,把石油公司财产全部收归国有,由自己本国的石油公司来经营。 此前,伊朗、伊拉克等国家已经实现了石油工业的国有化,阿美石油及其股东都很担心,沙特也会这样做。 第三个原因是,阿美石油及其股东自始至终眼里都只有石油,并不在乎公司的所有权。 只要他们还能继续获得沙特的石油,跟沙特政府保持业务关系,把公司所有权给了沙特也没什么。 阿美石油的首要目标一直都是确保未来能够尽可能多地获取石油。 其实,沙特在收购阿美石油的股权时,能够这么强是这么顺利,也跟他们的处境影响力,经济实力上的变化有关。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从1970年代开始,沙特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沙特在面对阿美石油这样的国际石油公司时,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有了自己的组织,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我们更熟悉的叫法是欧佩克。 这个组织在1960年建立,有两个使命,一个是通过控制石油产量来保卫石油价格,另一个是促进当地政府对自由石油资源的控制,摆脱国际石油公司的控制。 1970年,全球对石油的需求还在上涨,美国的石油产量开始下降,石油生产能力就掌握在OPEC组织的手里。 这个行业联盟发现,自己能够通过谈判提高原油的价格获得更多利益。 作为OPEC的领军人物,沙特的石油局局长亚马尼意识到,以后进行谈判时,沙特的姿态可以更强势。 其次,1970年代的沙特政府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常常被美国怀疑能力不足的政府了。 他们改进了财务状况,增强了经济实力,甚至有足够的影响力去操纵石油市场。 比如1973年,亚马尼代表沙特与OPEC其他成员国,在没有征求国际石油公司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提高了原油的价格。 他们通过石油减产,通过对美国及其盟友实施石油禁运,让全世界看到了谁才是石油市场的真正控制者。 1980年,沙特完全控股了阿美石油公司。 1988年,阿美石油成为沙特公司,公司名称变成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送走了最后一位美国CEO,迎来了第一位沙特CEO。 除了这些变化以外,这家公司的经营方式跟之前差不多,依然是有董事会,有企业治理和运营的规范,依然会从利润中抽取一部分,以特取费和分控的方式交给沙特。 2019年12月,沙特阿美在沙特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上市第二天,市值就突破了两万亿美元,一度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上市之后,这家公司的利润不断创下新高,2021财年的净利润超过了一千亿美元。 不了解沙特阿美的人,常常以为这家公司市值高利润多,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行业好,躺在全世界最大的油田上,不用怎么经营也能过得很好。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误解。 实际上,沙特阿美的优势不光只有石油开采,他们在炼油、石化、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水平也是世界领先的。 换句话说,他们是一家多元化的全球能源巨头。 为什么沙特阿美能够发展成多元化的公司呢?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主要原因。 长期愿景、学习能力。 先来看长期愿景。 自从沙特阿拉伯建国起,沙特王室就有了一个做事的原则。 一切都是为子孙后代做的投资,要为后代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权利。 作者说,沙特阿拉伯的领袖证明自己的实力与权势的方式是,在财务上给人们提供持续的支持,以及回应人们的需要和请求。 这是因为沙特的王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对家族长期利益和权利的一种义务与责任。 沙特已经换过好几个国王了,性格风格都不一样,但这个长期愿景一直都没有变过。 这个长期愿景落实到沙特阿美身上,就是要多元化发展,在能源发展方面寻求更多长远机会。 1980年,沙特人刚刚获得阿美石油的所有权,就准备按照长期愿景的要求,开始全球多样化经营。 不过,早期的他们还没有太多章法,只是先从原油开采,拓展到运输和炼油等业务。 他们发现,当原油销售不顺利,收入减少的时候,总是其他业务能增加收入,弥补一些损失。 后来,沙特阿美开始有策略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 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纵向延伸的。 原本,沙特阿美集中在石油行业的上游,勘探,开采原油,而后他们开始正式进入这个行业的下游,也就是建立炼油厂,石化工厂,建立营销渠道,设立产品增销商等等。 他们向下延伸并不是冲着利润,因为下游业务的利润率并不高,没法跟开采原油的利润比。 那是冲着什么呢?为了增强自己抵御市场波动的能力。 1980年代早期,因为原油销售收入和利润下降,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收入从1190亿美元降到260亿美元。 沙特阿美也出现了财务危机,不得不关闭一些石油生产设施,缩减了投资规模,将下游延伸有助于抵御石油价格低迷带来的风险。 再来看他们如何横向拓展。 1986年,沙特阿美就把石油业务拓展到了美国,而后他们又进入亚洲地区, 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建立了合资公司。 作者说,这种合资的方式有很多好处。 首先,能帮助沙特阿美快速扩大业务规模。 再来,与当地的企业合作,为其提供原油,保证自己的原油有市场,这其实就是一种见解销售。 比如2017年,沙特阿美跟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签订了合资协议,要合资建一座新的链油厂。 沙特阿美负责供应大部分原油。 作者说,为合作方提供原料,是沙特阿美多元战略背后的驱动力之一。 这种合资模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就是可以向专家取经。 沙特人知道自己的优势是石油,劣势是缺乏知识。 通过投资各种下游业务,他们也可以快速获取相关的知识与专业技能。 向专家取经,可以说是沙特人发展自己的策略。 比如,有位美国驻沙特大使叫史密斯,他曾经参观过一家工厂。 工厂位于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边境,里面用上了一种新的蒸汽注入设施,可以从原油井里面提取更多的石油。 沙特阿美和一家美国公司合作建造了这座工厂,因为对方已经从事这项业务几十年了,沙特人想要从他们身上学到这项技术。 而科威特人却对这件事不太感兴趣,他们觉得那家美国公司能做到,只意味着这件事一定不太难。 对自己的无知,有些人会像科威特人那样,用傲慢的态度对待,但沙特人的态度是保持虚心,向专家学习。 这种学习模式并不是沙特人便有钱了才有的,更像是一种传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沙特人就在使用这个学习模式了。 那时候,沙特还没有企业有知识,有能力去修建铁路、发电站和港口。 沙特人就先用石油产业把外国供应商吸引进来,让他们带领沙特进入现代化。 比如,有家外国供应商叫伯克德公司。 沙特政府先是给了这家公司一个绝大的机会,铁路建设项目,账单金额高达五千万美元。 除了铁路,伯克德公司还要帮助沙特建造高速公路、发电厂、医院、卫生设施等等。 在这段合作关系中,沙特人通过接触相关人员学到了建筑工程的知识,了解了西方的商业惯例和法律,还收获了医院、酒店等现代化设施。 更重要的是,沙特本地的供应商公司也快速发展壮大,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取代外国供应商。 作者在书里说,沙特人发展自己的招数就是从外边买来自己没有的东西,然后再将其据为己有。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往下说一层,沙特人这是在利用初学者的头脑发展自己。 初学者的头脑是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提出来的,意思是, 你不应该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人,而是要成为一个学习者。 学习者关注的不是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而是自己获得了什么成长。 拿一家企业来说,不管他在原先的行业知识多么丰富,财力多么丰厚, 当他进入新行业时,就处在新手的弱势位置。 如果他没有初学者的头脑,不能用新手的眼光正确看待自己的弱点, 不能用新手的虚心向专家学习,成功可能会很遥远。 知道了初学者的头脑,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没有满足于只当石油产业的专家? 为什么总是在新领域布局发展? 万维刚老师曾经在德道专栏里, 介绍过日本禅宗大师林木俊龙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很适合用来解释沙特的成功。 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初学者的心理有很多的可能性, 专家的心理却只有很少的可能性。 记忆的真正秘诀是要永远当一个初学者。 沙特公司这本书的精华内容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沙特阿拉伯从弱小到强大, 离不开这个国家地下的石油。 不过,最早发现石油的并不是沙特人, 而是加州标准石油公司的美国人。 美国人通过石油赚得盆满钵满, 沙特政府也有钱去发展自己的国家, 但他们并不满足, 他们想要获得更多石油收入, 想把石油公司变成自己的。 沙特人利用美国人对自己的低估, 利用变换的局势, 通过灵活的策略, 保持耐心, 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他们先是通过谈判提高了石油收入, 而后开始收购阿美石油公司的股份, 直到完全控股。 为了让后代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权利, 沙特阿美开始拓展业务, 实施多样化经营。 他们利用投资和初学者的头脑, 成功地扩大业务规模, 学习专业技能, 从一开始单纯的石油巨头, 变成了如今的多元化的全球能源巨头。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好了, 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